狗真能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吗 这只黄狗一脸紧张地看着房顶 还时不时地发出犬叫 一眼望去 天花板上除了灯什么都没有 它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女主人说这套房子是我们刚买的 自从半个月前带它回老家参加爷爷的葬礼 住了几天回来之后 它就时不时地总往天上看 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一回头 神色紧张地看着天花板 并伴随着犬叫声 主人说它这一星期症状越发地严重 甚至每隔半小时就会出现一次 哪怕到了晚上 也不会停止盯着天花板 女主人出来安慰她 不让她再发出叫声 可一关灯回去就又开始了 每天晚上不停地开灯关灯 来来回回要折腾无数次 把女主人都快整崩溃了 有时候为了转移她注意力 给她弄好吃的喂她 尽管这样也无法转移她的视线 甚至吃着吃着突然就看下了房顶 女主人怀疑是楼上住户的动静吸引到她 可是我们却一点都听不见 为了弄清真相 他们找到了小区物业 经过询问得知 他们楼上这一户的房子 已经闲置了很久 根本就没有人住 难道真相朋友所说 她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吗 主人越想越害怕 在这样下去晚上也睡不好 担心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于是请来了动物行为专家 她刚一过来柴拳 很有善地和她打招呼 后来女主人细心地把整个经过说给她听 然后专家仔细观察柴拳的行为 最后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专家说道 其实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诡异 之所以她会盯着天花板叫 并不是她看到了什么东西 而是通过听觉听到了动静 因为你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搬家 和一夜葬礼上嘈杂的噪声 不同的陌生居住环境变化 很容易让柴拳感受到压力 再加上他们听觉比我们要敏感多 很容易听到楼上细微的动静 甚至冲水的声音都会引起她的注意 女主人听到这终于松了一口气 行为专家用设备把细微的声音录了下来 然后用音箱不停地播放 起初柴拳还有些紧张 但听得多了之后也就习惯了 与此同时多陪她一起玩 让她认为这种声音对她没有伤害 通过互动让她放松下来 慢慢地适应新家的环境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训练 当女主人离开她之后 柴拳再次听到房顶播放的声音 并没有犬叫 而是慢慢地躺下休息了 看到这一幕的女主人 开心地说道 幸亏有你的帮忙 不然还真以为是爷爷跟着我们回家了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